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第119届 又诸恒识人才者 乃既其妻子家口一当之 见之死伤 若不死伤再由水火盗载 一望求 疾病口学注尸 一当忘取之之 这个以下 两段 这是重生 偷盗的国宝 以及 沙森的国宝 这是把这两种 这个罪业 又重复的提出来 沙耿道 是世出 世间 这个德行 最大的障碍 而一般人呢 很容易犯这些过失 太上非常慈悲 前面详细的 这个开道之后 到最后 又特别提醒我们 道 是负债 负债 一定要还债 不能说是 负债就不还 没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欠命的要还命 欠钱的要还钱 所以 对于这两种事情 无论是 世出是法 修行人 以及 读书人 明理的人 决定不愿意做 唯有读书明理 才真正通达 英国的 四十真相 所以这是 修行 重大的障碍 读书里面 这个文 虽然不长 但是 非常重要 这一桩事情 前面 已经 讲得很清楚 已经说明 随似 受报 讲得很多 这一节里面 特别着重在 恒 恒是什么 满恒 霸道 一种种 不正当的手段 逼迫这人 不敢 不将财务 奉献给你 但是这个 绝不是甘心 情愿 是被逼 不得已的 这叫恒取 人才 当然 这种人 是有势力 有 我们讲 有威德 有势力 他取材 容易 可是狗暴 也够他受的 具体的 事实 在现在社会 到处都能看到 特别留意的 是我们自己 自己有一点 权势的时候 是不是 也只 仗着自己的权势 欺压别人 这是我们特别 要留意的 往往我们自己 做了 自己不知道 不能觉察了 也不知道 这种事情的 严重性 总是疏忽 做这些 罪孽 造罪的时候 容易 要知道 受害的人 心由不甘 纵然 这一生 他不能报复 来一生 应允相遇使 国报还自首 这是千古的名义 我们要记住 决定 不可以说 这是迷信 这只不过是 劝人为善的 并非四十 我们这样想法 就错了 要知道 这是四十真相 佛家 佛家常家 因果通三十 细细想想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接受佛菩萨的教诲 勉强 勉强可以说 心善 念善 行善 照理说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应该没有障碍 应该有一番丰盛 才对啊 何以我们的障碍 还是这么多 这是什么道理 不要说我们自己了 我们从佛经里面 看到释迦牟尼佛 这是一尽正德 究竟圆满菩提的果报 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 真正确定做到了 无死无我 纯善之心 纯善之心 在当时 还有许多嫉妒障碍 找麻烦的 有人批评他了 有人毁谤他了 有人去障碍他了 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们明白了 世尊在未成佛之前 在凡复地修行的时候 也是得罪了不少人 成佛之后 约缘千债寨主 还是会找上面来 世尊在物质生活上 在经典上记载 有三个月 满门之宝 圆满福德的人 居然没有粮食 那么简单的生活 吃这东西得不到 这是遇到饥荒的时候 那么佛家常讲了 于知今世 这个前世因 今生受这世 我们今生所受的 过去身中造的业因 现在所现的果报 过去身中的业因不好 所以才遭受着 这个不好的果报 那可是我们在实际想想 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因好 没有冤枉一个人 没有诚恨一个人 完全是以善心善意 除世待人皆无 这是我精神修的因 果报在来世 果报在后世 第三世往后都叫做后世 后世的果报好 这一生遭遇一些不幸 这个仗就了了 那个不善的因果 一笔一笔勾销了 情人图是光明的 这个礼很深 要惨透 我们才肯行善 知道行善 对自己有大利益 决定不足 这一生 行善受尽艰难困苦 我们这个行善的念头 决定不会改变 这个是佛家所说的 不昧以因果 不是没有因果 不昧以因果 受报的时候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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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由人 我对他真诚 对他好 他为什么悟意相向 过去身中的冤结 我们承受 欢喜接受 人就以真诚至善 想待 这个结就化解了 苏维师 冤家一结 不一结 决定不可以说 别人以不善对我 我也以不善对他 那就错了 太上在此地举出这个例 这个例子 意思非常深广 国报很可怕了 凡是正事起 有时候不知不觉 下面讲的是国报 妻子家口一档子 就是你的家亲眷属 你一造罪业 为什么牵连着你家亲眷属 你所取得的财 你家亲眷属都受用 不是你一个人享受 你决定由家亲眷属 受用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想到 不一只财 我们要沾一点 将来也受牵连 是这么一个道理 不一只财 人家送给我们 我们都不能接受 会牵连 受过保 所以佛家讲布施 要精彩 净事 不可以说是我抢别人的钱 偷别人的 我来布施供养 这是不精彩 这是握抱 你供养佛 佛会接受吗 佛要接受将来被你牵连 夜阴古报 祝佛如来 也不能避免 这是真理 不能说成了佛 成了菩萨了 欠钱就不还账了 欠命就不要还命 他有这种道理呢 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 岸石高是得道的高僧 过去僧中 曾经误杀两个人 不是有意的 误杀的 到中国来 还你安慈命债 也被别人误杀 他清楚他明了 这个账非还不苦啊 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可怕 非意之财 我们不可以用啊 我们今天出家了 自己不做人生牟利的事业 一切财用 是四中同修供养的 供养说 你要冷静啊 清楚观察了 他这个钱干不干净啊 不识尽财 不可以收啊 避免将来我们受累赘 人家供养 尤其供养 数字多的 要问他 你钱从哪来的 往年韩馆长 他就有这个智慧 有一次在图书馆 有一个局势 送了五十万来供养 他就问他 你钱从哪来的 你做什么事情 你家庭是环境生活如何 这也打听 他很平常 观察人家 你这个钱拿回去 我不接受你 不是说 尽情就掩开啊 那还得了啊 那开的是什么 那是卧鬼三窝道的门啊 一定要知道 他钱从哪来的 我们然后才考虑 可不可以接受他 移民受连带 受连累 祸患无穷 坚制死伤 我们先讲 家破人亡 这个事情 古时候有 现在更多 你看 有一些 经营很大的一个公司 欺骗 股客 用种种 不正当的手段 现在这个股票 就是不正当啊 不正当的手段 没有几年呢 他公司倒闭了 破产了 人受到法律制裁了 法律制裁是花报 国报 国报 生生世世 要偿债 何必干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在今天 真的是 有能力 有机会 骗人的人 把别人的财 骗到自己口袋里 世间人都说 这个人本事大了 这个人有智慧 也非常高明啊 哪里知道 他造过道贼业 世间人 愚痴 都有这么一个错误观念 你说怎么得了 我们也以为 这个事有本事 他能骗我 骗不到了 这种夜阴国报 如果我们稍微冷静一点 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看到太多了 想一想 佛菩萨 这是古神仙言 仙贤 跟我们讲的这些话 完全正确 完全相应 若不死伤 也有灾难 常常跟着他 水火到贼 如果漫游 水火到贼 下面这一句 遗忘其物 这也常有啊 我们看到 十多的富贵人家 今天在全世界 十多 这个风景 好的地方 他制的有产业 建的有别墅啊 到死了之后啊 他别墅一天也没去过 一天也没住过 这个就叫 一望求 这个事情 多了 我在很多年之前 在台北将军 这个大概 也有 应该差不多有三十年了 有一位居士 带我到阳明山 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 是谁的呢 称杂窝的 那栋别墅 确实非常豪华 我在那里住了一天 建那么大的别墅 他没有时间去住啊 秦两个人 住在里面 给他照顾 那两个人有佛报啊 你看 住那么好的房子 他要给钱给他 请他去住 而他自己呢 我听说 他一生当中 在那个别墅 只住过一晚上 早夜 这个钱 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啊 世间苦的人很多 为什么不就帮助别人 就做真实工作 干这种傻死 我们晓得这些人 在全世界 许许多多地方 他都有别墅 他都要有产业 这一口气不来 死了的时候 一样也带不走 都是为了自私自利 没有替学会想 没有替众生想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多了 疾病 口实 口实是 遭别人批评 遭受别人 毁谤 侮辱 这个事情太多了 一旦忘取之之 你为什么会有这些 掌揽呢 是你过去身中 以你的威势 强迫取得别人的财富 你遭受这些国报 你看我们这段文里的不长 已经给我们 显示 国报的广泛 国报的复杂 那么在我们回头 想想自己 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在生活上遭遇 工作上遭遇 厨师带人 借物遭遇的 你去想想 种种不如意 都是过去身中造的罪业 这一生当中 应该接受国报 确定不可以说 一切造作没有国报 这是邪知邪见 只有真正明了 一英国报的道理 与四世真相 那个人才真正会回心转意 不再起个窝念 为什么呢 起个窝念 替自己找麻烦 窝念上前不起 哪里会有窝念 哪里会有窝心 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 诸位要知道 自从开悟这一天起 身身身实实在不错 那么成佛之后 还遇到这些果报 没学佛之前干的 没有懂得这些道理 以前所干的 成佛之后还要受 成佛上前不明 行菩萨道的时候 那还用得着说吗 所以菩萨 硬化在世界 虽然是四象四肩破镜了 他过去式的夜阴国报 依然现情 这个现情 就是白杖大师所说的 不媚应过 他知道 他清楚 他知道什么样的国报 过去什么样的夜阴 现在去现行 我们反复不知道 不知道式是真相 于是怨天又忍 怨天又忍 罪上又大罪 这个罪业就重了 人要不觉悟 说实在话 一事不如一事 为什么呢 他累积的是罪业 他不是公主 只有真正觉悟的 才能真正做到 极得力功 不再造罪业了 什么样的灾难 什么样的取入 甘心情愿的忍受 就是接受国报 我过去造的不善 我今天接受国报 要不是真正觉悟人 他不肯 他心不平 不平就是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而冤冤相报 太可怕了 这是一事 比一事严重 他不会减轻 他是加重的 所以非常非常恐怖 最后 比一度地狱 这个冤冤相报 两个人都会 走地狱去 我们非常幸运 读到佛书 明白这个道理 与死是真相 从此之后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解除断绝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